原标题,光伊多已经返回委内瑞拉,马杜罗应做的事,保持定力光伊多逃到国外,目前已经回国,马杜罗没有对光伊多采取行动,并非说明马杜罗拿光伊多没办法, 只能说明马杜罗有一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,马杜罗是委内瑞拉人民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,光伊多是此风的烈士总统,是不合法的,委内瑞拉军阀和人民都是不承认的,马杜罗有必要与光伊多一般见识吗? 光伊多目前跳得很高,腾罗闪月,关键是由美国的怂恿,一旦美国不再支持光伊多,光伊多什么也不是。 十年前,光伊多已经被美国打掌为特务,目前,光伊多已经是委内瑞拉人民心目中的叛徒。 对于光伊多一个多月来的折腾,马杜罗保持了很大的克制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,比如,没有让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委内瑞拉,因为这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侵略。 而当光伊多拿不出业绩将美国汇报时,美国自然会掏弃光伊多,重新寻找肉伊多,菜伊多。 按照美国,按照美内瑞拉法律规定,瓜伊多外套回国,可能被判三十年监禁。 但马杜罗现在对瓜伊多下手不是时候,一方面,瓜伊多有少数支持者,估计会跳出来脑势,引起委内瑞拉内乱,给美国的对委内瑞拉虎视眈眈的国家可乘之机。 另一方面,美国正在寻找借口对委内瑞拉动物,如果马杜罗对瓜伊多下手,正好中了美国的圈套。 委内瑞拉当前的局势,相对而言,对马杜罗是有利的委内瑞拉军方,坚定支持马杜罗,委内瑞拉人民,只见马杜罗这个合法总统。 尽管瓜伊多,又是召集地方官员开会,又是任命出外大使,但委内瑞拉人民不认可,瓜伊多就是瞎折腾。 有网友评论称,能够打败马杜罗的,只有马杜罗自己,包括支持马杜罗的军队和人民。 瓜伊多没有委内瑞拉军队和人民的支持,最终注定失败。 尤其是瓜伊多的分裂阴谋,卖国丑态,叛徒本质,特务嘴脸,被委内瑞拉人民彻底看清楚后,瓜伊多折腾的日子就到头了。 正因如此,只要马杜罗保持定力,努力发展国内经济,努力寻求国际社会的合理合法救援,一定能够度过暂时的难关。 至于瓜伊多该如何处置,事后一道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,或者被法办,或者被美国抛弃,或者折腾一段时间后自生自灭。 总之,瓜伊多的下场,估计会很悲惨。 毛坎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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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